下面我们讲五个函数的麦克劳林展开式 这五个函数的麦克劳林展开式 我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为什么 因为它不仅带有麦克劳林语相的五种形式 后来还有带有什么呢 皮亚罗语相的五种形式 还有后面我们极硕里 还有寒硕展成密极硕 也要用了它们 所以这五个人一定要认真听 我搞清楚 第一个 也就是将Fx等于E的X次方 展成麦克劳林极硕 不是麦克劳林公式 不是麦克劳林极硕 麦克劳林极硕在后面 那么你展成麦克劳林公式 没说几阶的 没说我们一般就默认为是N阶的 对吧 他要说了 那他说几阶就几阶的 那么要展成N阶麦克劳林公式 当然要存在着多少阶导数 N加1阶导数 而且这个E的X的 E的X名的定义 是全体实硕 对吧 按照我们要求 那就是我做一个题目 认给X随 我们说这个Fx的N加1导数 总是存在的 其实我们说这个Fx存在在任一阶导数 当然怎么样 也存在着N加1阶导数 下面按照那个步骤 那我这要干什么呢 求出在零点的N阶导数 那么求在零点的N导数 当然一般要求出N加导数 然后把X等于往里面带 有Fx的N加导数E的X 同志们现在看到没有 我们前面讲的高阶导数 可以说主要是用在这里 那么这个N从几开始呢 本来是个N加导数从1开始的 那么N等于零能不能包含进去 其实也能包含进去 因为N等于零数就是Fx 不求导 不求导就是Fx 就是Ex 所以说这个N加导数公式 这个N从0 1 2 一直下去都成立 对吧 N如果等于零成立的话 那也好 那也好 这样呢就是 可以统一起来 好了 紧接着我还要求哪个呢 N加一阶导数 为什么要求N加一阶导数 因为这个余像是在可C处的N加一阶导数 对吧 然后我把谁求出来呢 就是这个等会写吧 紧接着不开始写了 好 那么按照这个函数展称麦克朗林公式 条件全符合了 对吧 那意思就是在零点展开的 于是 E的X 大家还记得怎么写吗 是不是F0 加上F1'0 乘以X 加上F2'0 除以2的阶层 乘以X平方 一直加到 在零点的N加导数 除以N的阶层 乘以哪个呢 就是X的N次方 后面再加一个余像 对吧 这里边注意 把零点的N加导数也求出来了 白换成零 是不是就是E的零次方 结果就是E E 对吧 一种一项一项写 还有一个你发现没有 我这个前面这个 N次麦克朗林多项式 它的最后一项 不是在零点的N加导数 除以N的阶层 乘以X的N次方 其实它又代表什么 前面这个N次多项式的通向 N等于0就是第几项啊 第一项 N等于1就是第二项 所以我先把通向写出来 结果怎么样呢 那就是在零点的N加导数是几呢 是1 对不对 除以N的阶层 乘以X的什么呢 N次方 干脆我把这XN次方放在哪个呢 放在分子上面吧 好了 这个是N次麦克朗林多项式最后一项 对不对 也是通向 第一项就是谁啊 就是F0嘛 F0就像是把N等于0带进去啊 因为N等于0也适合这个公式的 X的0次方是不是1 这个是0的阶层是不是1 第一项是1 你不信你直接带F0 是不是确实是1 对吧 确实适合的 1 再加上谁呢 第二项是不是相当N去1 N去1你看就是谁 X除以1的阶层 那1的阶层就是1 那我们加X 再加上第三项N去1 N去2 是不是X平方除以2的阶层 对不对 X平方除以2的阶层 说实话后面都不用写了 我要让你写 你说后面很像谁 这个规律都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X三方除以3的阶层 就相当于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N去1去3嘛 对吧 因此就不需要写了 规律很清楚了 加上点点点加上它 然后后面像谁呢 不要忘了 是不是在可C处的N加一阶导数 除以N加一阶层 同志们告诉我 在可C处的N加一阶导数是谁 是不是就E的可C次方 结果就是谁 E的可C次方除以N加一的阶层 乘以X的什么N加一次方 这个可C界于什么之间 可C界于什么之间 这个可C界于哪个呀 这个0和X是什么 直接 这就是E的X次方的麦克劳林展开式 以后要给我记住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有规律 对不对 我们就按照麦克劳林展开式的步骤 一步步来的嘛 好了 范围注意的 这个展开的范围 显然是负穷到正午穷 因为这个FX在负穷到正午穷上 是存在N加一阶导数 而且这个N可以取一切自然数 对吧 下面注意第二个最难的 一定要仔细听 第二个是将FX等于3X 展成麦克劳林公式 首先上一页定义欲 是不是全体直缩 还有3X在R上面 是不是存在着N加一阶导数 确实都满足的 也就是结认给X输一R 这个FX的N加一阶导数确实存在 对吧 下面按照公式 我是不是要求这0点N阶导数 当然又来了 是不是先求FXN加一阶导数 有FX的N加一阶导数 公式又用上了吧 还记得吧 是谁 3X加上N乘以二分之π 这个N又是从几个开始的 本来是N皆导数都值得从1开始的 那么N等于0的时候 这个等式成立不成立 也成立 N等于0就是FX吗 不求导嘛 那么右边N等于是谁 3X 所以N等于0的时候就是FX等于3X 确实成立的 然后 把谁带进去呢 把0带进去 结果是3N2 当然我们说 这个N是从0 1 2 一直下去 同志们 这一题和上一题有点不一样 因为上一题在0年的导数始终 就是一个具体的数字 而且就是1 我这里看到没有 N区不同的数 这个在0年的N基导数 值是不一样的吧 而且如果三角公式你清楚 显然这个要分什么来讨论 基硕和哪个呀 偶数 告诉我N等于2K的数为什么 就是这里面的N全2K的数 那结果是不是杀印KP 是0 对吧 因此我们说 当N等于2K的时候 在0点的2K接导数 显然是不是就是0 那么这个K从几开始 那因为这说明是偶数了 我这个偶数显然从0开始的吧 那K从几开始 是不是K从0 1 1 2 一直下去 这个对吧 好了 下面还有一个 还有N等于基硕的数 当然N等于基硕嘛 你高性也可以写N等于2K-1 你也可以写N等于2K加1 如果N要写2K-1K要从几开始 因为最小的基硕是1嘛 你要写2K-1 那就K从1开始 你要写N等于2K加1呢 K从几开始 0开始 你说N还是写哪个好一点 为了统一 还是N等于什么 2K加1 这样K是不是都从0开始了 对吧 虽然是个细节 对吧 我们尽量的干什么呢 写起来干什么呀 更清楚一点 因此 不要给它拉下来 那么就是 N等于2K加1的时候 结果就是 在0处的2K加1的导数 是相应什么东西呢 给它带进去 带进去就是 2K加1什么呢 乘以2分之π 那结果就是Kπ加上什么 2分之π 这里边K都从几开始的 0开始的 对吧 同意起来 这个K都上面一样的 从0开始的 大家看看 K等于0的时候 等于几 是不是三一二分之π 还是1 K等于1的时候呢 三一二分之π 是不是负1 K等于2的时候呢 又是1 结果你发现什么意思 K是偶数的时候都是1 K是基数的都是什么 负1 然后你给我总结一下 这个结果最终的写成谁 负1是什么 显然是不是K四方 对不对 开始偶数的时候都是1 K是基数的都是负1 对吧 而且这里边的K也是从几开始的 也是从0开始的 好了 下面它看着公式什么呢 这个是 在0点的麦克劳林公式 那么 N次麦克劳林多项是最后一项是谁 是不是在0点的N阶导硕 出于N阶层 乘以X的N次方 再加上余项 那么你发现这个 由于在0点的基数阶导硕为0 那前面这个N次多项式 N次麦克劳林多项式 什么米的系组统统统为0 是不是偶次米的系组 偶次米的系组统统为0 那结果前面这个N次麦克劳林多项式 我是不是只要写出基数是米相就可以了 因为偶次米的系组全为0 这里就有个问题 那你最后这个N到底取的是基数还是偶数呢 N取的是基数还是偶数 你们说取什么好 你们给我想一想 反正你要记住 偶次米的系组都为0 你说这个N次麦克劳林多项式 这个最后一下那个N 我取基数好还是取偶数好 大胆地想一想 取什么数基数 你知道为什么 你取偶数也没意思呀 最后一下偶数的系组怎么样 为0 你是不是还在前面一想还在基数 所以说同志们 通过我刚才的分析 然后我们此时 我们就取N等于2m加1 对吧 我取2m加1 其实你要取Rk加1可以 因为我这个上面这个kai我在变动 是不是 我就取2m加1 好了 这样一来同志们 我又开始写了 sine x的展开式等于 其实我说过了 这个N次麦克劳林多项式 最后一项其实又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通向作用明白吧 当然你可以一项一项写 你也可以怎么样 先把这个N次麦克劳林多项式 最后项给我写出来吧 然后在我自己相当于什么呢 取的就是基次米就可以了 因为偶次米的系组怎么样 都为0了 结果说一说 看一看 那就是最后一项 在0点的N阶导处 也就是在0点的2m加1导处 是不是就是-1的m次方 是不是 -1的m次方 看到 那就是在0点的2m加1导处 就是-1的m次方 下边除以-1 不要忘了0点的N阶导处 下边是不是除以N的阶层 我N取的是不是2m加1 因此下边除以-2m加1的阶层 后面是谁 x的2m加1次米 同志们最后要能不能看懂 好了 注意看着 我第一项相当于m取的是几 因为都是基次米嘛 而且这个m都从几开始的 从0开始的 其实说实话 这是还是换成k吧 虽然是 那个还是写成k比较好 你比较清楚 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是你这里面看得更清楚 因为我这里k是从几开始的 是不是0 1 2一直到这个 一直到k嘛 对不对 最后一项看着它 2k加1次方 取它 第一项同志们就相当于k取极取0 是不是 k取0告诉我 -0次方之极是1 下边呢 是不是1的阶层 还是1 这个呢 是不是x 结果第一项就是x 后边一项 是不是相当于k取1 k取1看的是谁了 -1的k -1的1次方 是不是-1 下边是几 3的阶层 后面是谁 x三方 结果是谁了 减去x三方 除以3的阶层 再后边一项开取一 开取2 对不对 对吧 是开取0 1 2 -1的2次方 结果是哪个呢 是1 下边是5的阶层 后面是不是5次方 结果是谁 加上x的5次方 再除以5的阶层 我后面不让你看了 我就让你凭前面这个规律 能够猜出来 后面像谁 说 减什么 x什么 7 7次方 除以什么 7的阶层 为什么不写6次方 因为偶次名的系统怎么样 为0了 对不对 没必要写 减去x的7次方 除以7的阶层 后面没必要写了吧 不行你再验证一下 这一下你相当开取级得到的 是不是开取3 你看对不对 开取3 -1的3次方 -1 下面呢 7的阶层 后面呢 x7次方 果然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你后面不用写了 结果是 加 点点点 加 哎 就是它了 注意着 按说后面呢 要把那个余像具体式写出来 是不是 就在可谁处的多少阶导处了 那自除所谓的n加1的导处 是不是就是rk加1导处了 再除以rk加2的阶层 乘以x的rk加1是什么 但是这个式的余像比较复杂 如果不需要你怎么办 我说就加个谁 你还记得吧 前面是xn次方 后面是不是叫rnx 只不过我这个n是谁 是不是rk加1 b 这就是上映x的展开式 看到没有 比第一个是不复杂一点 看清楚了 如果你确实需要把这个写出来 我能不能写出来 也好写的 大家看一看 其中这个rk加1x 不要忘了 是不是就是在 什么呢 可c处的rk加2导处 除以什么呢 rk加2的阶层 乘以x的rk加2 cage 不要忘了rnx 是不是就是在 可c处的n加1阶层 除以n加1阶层 我这里n是rk加1 结果是不是在 可c处的rk加1阶层 除以rk加1阶层 乘以x的rk加1阶层 结果具体地写出来 我们说fx的n阶层 是不是sinex加上n乘二分之π 无非把这里n换成谁 rk加2 把x换成谁 c 结果写出来是不是它 sinec c加上rk加2 乘以二分之π 再除以rk加2的阶层 再乘以x的rk加2次方 这个c依然是介于什么之间 介于0和rk之间 这就明白吧 为什么我一般只写个余像 因为具体的写出来是不是太复杂 虽然这个分子其实还可以化解 其实真正到具体题目里 我们有时候是为了古今误察的 你到这一步就没必要去化解它 反正这个sine的绝对值小一点 就是小一点几 是不是小一点一 对吧 所以说如果没有要求 后面是x几次方就写rkx 他非要把具体的s写出来 那就按照定义给我写出来 对吧 最后看来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再做相应的变化 同样这个展开的范围是什么地方 富无穷到正无穷 因为它在r上存在着n加1导硕 对不对 因此这个展开的范围 是富无穷到正无穷 好了 这是一种形式 其实它还有一种写法 注意看着 如果我愿意 注意看 还有一种写法 或者 这个挺有意思 不过讲这个之前 我还跟你讲怎么来记住它 当然要记住这个 我们说关键是把前面 n次麦克劳0多项式记住 一种是记住通向 那么前面都记住了 k从0 1一直到 什么东西呢 k 还有一种计法 你们知道当x趋于0的时候 3s喝水等价 和x 所以说第一项是x 看到没有 这就记住了 另外3s是什么函数 g函数 你看前面这个n次多项式里面 是不是都是几次米 没有偶次米 没有偶次米什么意思 它的细所为0 还有一个特点 上面是x几次方 除以几次阶层 还有一个特点 符号是什么 交错的 说实话你们不用看黑板 来 你给我说 3s展开等于什么 麦克劳0公司 x 后面呢 减 还有呢 x三方 除以三的阶层 加i5 除以5的阶层 减 x7 除以7 的阶层 最后你能够总结出 规律出来 就看看前几项 你都知道 这个最后一项 我们说是x的2k加1次方 知道的 显然是不是 负1的k次方 除以哪个呀 2k加1阶层 你不进去验证一下呢 你利用前几项就知道了 第一项是k等于0啊 正好就是x 对吧 第二项是k等于1 所以说你用自己记的方法 怎么样干什么 给它记住 对吧 好了 这是一个记住 我说这个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同学经常又看着地方 就有点糊涂 如果我愿意 我给它写成什么呢 看清楚哦 那就是sinx 就是等于x 减去x三方 除以3的阶层 加上x五方 除以5的阶层 减去x七方 除以7的阶层 一直加加加 加到什么呢 就是 这个多样式还是一样的 f-1k次方 除以2k加1的阶层 再乘以x的2k加1次方 注意了 我后面加个谁呢 我加一个rk加2x 这什么意思 本来我们这个规律是很清楚的 你这个麦克劳林公式 这个麦克劳林多样式 最后一项是x的几次名 是不是就写r几x 你看我这个怎么样 这个比它这个次数怎么样 是不是高一次 这怎么回事 谁能猜出来怎么回事 其实这里面相当于我n取的是谁 你知道吧 取的是rk加2 我取n等于rk加2是不是可以 告诉我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只不过你取n等于rk加2的话 同志们你知道 x的rk加2次方 它的细数为什么告诉我 它的是0 前面是不是还剩下的都是几次方 对不对 而且最 和它最接近的几次方 是不是rk加1次方 对不对 对吧 所以你其实相当于取的是n等于rk加2 理论上 这个n次麦克劳林多样式 最后一项是x的rk加1是吧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细数为0 而且我们知道前面的 因为都是剩下几次名吧 偶次名的细数都为0嘛 不用写它 那么前面这些几次名 最大的几次名 是不是还是x的rk加1是吧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既然这个意思 同志们 那你说正项要不要写了 正项要不要写了 要不要写了 就不需要写了 所以说 正弦的展开余项有两种写法 一般情况下 这个正弦展开成x的最后一个是 基数是几次名 后面就是rk 有时候我可以写高一次 那写高一次有什么意思 你不要忘了 后面的rx的次数越高 是不是体现它的绝对值怎么样 是不是越小 我后来给你证明了 n区无处纳极限为0 指数越高 相当于绝对值怎么样 越小 就体现做干什么呢 前面这个多项式 作为函数的净值 越精确 有没有清楚 其实在这里我给你总结一下 这个在我的微博里是多次问了这个问题 包括他们考验的同学问 什么意思 以后你要碰到G寒术展成麦克劳林公式 谁都知道 和这正法完全类似的 它的偶次秀得怎么样 都是为0 当然 那么我们n一般是不都取基础 取2k加1 那么前面 麦克劳林多项式可以写出来 余像呢 一般是写 r2k加1x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写谁 r2k加2什么x 道理和我这个怎么样 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你要搞清楚 好了 这个搞清楚以后同志们 同样还有可上叶展开式 或者完全类似的 这个过程我就不推倒了 有兴趣模仿山叶展开式 你给我推倒一下 下面我就要问你什么呢 这个问题 告诉我同理可上叶如果展开的话 可上叶是偶寒术 它展开的话 那个n次的麦克劳林多项式里面 什么的指数的系数为0了 几十米 是不是都是剩下的偶次米了 对不对 那么 当然这个n取什么了 取2k 那我取2k加2呢 2k加2和2k本质上怎么样 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怎么记住它 你推倒和上面一样的 我就不给你推倒了 有个很巧妙的方法 注意看着 你说可上叶是谁的导术 可上叶是谁的导术 是杀叶还一个导术 因此就前面那个多样式怎么记 就麦克劳林多样式怎么记 有个巧妙计的办法 两面球导 注意看着 同理 cosx 注意看着 三叶球导cosx 我这是告诉你怎么记的 证明是和上面完全类似的 我现在告诉你怎么记了 对吧 x球导是几呢 1 后面一个球导呢 结果是x的平方除以2的阶层 再加谁 x四方除以4的阶层 再减随x六方除以6的阶层 一直加加加 加到谁啊 负1的k次方 除以 这个后面球导呢 是不是2k加1倍的x的2k次方 和分母的2k加1 是不是约了一个 还剩下2k的阶层 2k的阶层 x的2k次方 其实搞了半天啊 你还不如先对那个 麦克拉林多样式最后一项求导来 求出来就是cosx 展称的麦克拉林公式的 前面这个n次多样式的最后一项 n正好是不是取大开 对不对 然后前面又想得取什么 k从几开始 0开始 你去验证一下 k等于0果然就是1 k等于1的时候 果然就是减1平方 除以2的阶层 少一个阶层 后面加几 加上rkx 对吧 一般是L几次名 加上r几 范围呢 当然还是富无穷到正无穷 当然我要告诉你啊 最后一项余项不能靠求导 因为什么呢 余项里面带c 严格的说c也远远有关了 这个不好求导的 我只是告诉你前面这个麦克拉林多项式 可以通过求导来记 你就不会忘掉 这个余项我们说 他如果不要求 我就写 rkx 如果需要的话 那我就按照公式嘛 把这可c数的多少节导书 rk加1节导书 求出来 除以rk加1的阶层 乘以x的rk加1脂房 然后你要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一般也不干什么 是不是 所以一般其实不需要把具体写出来 同理同志们 这个还有一种写法 因为这个可算一展开是 几次面系组都为0啊 如果我愿意怎么样 可算等于1-x的平方 除以2的阶层 加上x的四方 除以4的阶层 减去6方 除以6的阶层 一直加加加加 加到-1的阶次方 除以2阶的阶层 x的2阶加1次方 后面我写几 写几啊 rk加1x 其实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个就意味着相当于 n取的是谁 rk加1 按说前面的多样式 是不是还要写一下 x的rk加1次方 它的系组为谁啊 0 0当然不用写了 所以这个写不同的余项 你要知道n取的是g 同样上面相当于n取的是g 取的是rk 对吧 一般来说没什么要求 它展开到mc 多样式 最后一项的几次米 就像rk 对吧 如果有特殊的需要 那么对正弦余旋 我们可以再高一次 同理在这里我也告诉大家 偶寒数展成mc 公式什么系组为0 几次米的系组为0 就没有几次米 清楚吧 那一般n就去rk 后面呢就写rkx 如果需要 你可以写rk加1x 这是 这两个 然后 我们再讲第四个 第四个谁呢 就是fx 还来个降吧 降 Fy等于n1加x 展成就是mc0公式 注意的 我们还得按照步骤 首先这个含数在什么范围 存在的n加1导处 显然是 当 1加x大于0 说实话 这个n1加x 显然是1加x大于0才有意义吧 当然有意义的时候 它确实也是存在着任意导处 也存在着什么 n加1导处 也就是gx大于-1时 这个fx的n加1导处存在 而且这时候同志们 我们说 它的n级导处等于谁呢 这个在高级导处里我专门叫你同理求过它的 就是为了今天用 能记住吧 结果是-1的n-1次方 乘以n-1的阶层 乘以什么呢 这个1加x的什么 -n次方 如果公式忘了 你去查一查 对吧 然后把0带进去 结果呢 就是哪个呢 -1的n-1次方 乘以n-1的阶层 对吧 后面这个呢 这个1的-n次方还是1 注意 主要 这个公式里边 n 最少要从1开始 就不能从0开始了 对吧 这个n等于0的时候 你看n等于0的时候fx 老一加x 你这个n等于0什么也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里边的n呢 是从123一直下去 从而这里边的n呢 也是从123一直下去 然后同志们按照这个公式 我可以写了 所以呢 这个n1加x 那么第一项f0要单独写 是不是 因为n从一开始的 f0等于谁 你一看就知道f0等于谁 等于0嘛 0就不用写了 后面本来是谁呢 f1-0除1的阶层乘以x 加上f2-0除2的阶层乘以平方 是不是一直加到最后一项 就是在0点难解导硕 除1的阶层乘以x的n次方 这些都有规律了 我不是把最后一项干嘛 写出来 导师们最后一项是谁 0点的n接导硕 带进去 是不是-1的n-1次方 乘以n-1的阶层 除以n的阶层 乘以x的n次方 这个是不是n次 麦克劳林公司的最后一项 我给你化简一下 结果n的阶层和下面 n-1阶层和n的阶层一约 分布是不是个n 结果就垂了 结果给你改写一下 就是-1的n-1次方 除以n 再乘以x的n次方 同志们第一项就知道了 第一项是n去1 去1嘛 是不是 不是 因为n等于0的时候 f0等于0 n等于1都是极 看看-1的1-1次方 那就-1的0次方是1 除以1乘以x 第一项是谁 x 下面你来看看 在后面箱呢 n去2 n去2是极了 -1除以2 乘以x -2 除以2 同志们这个规律 能看出来 后面都不看同向了 说后面箱是谁 -x三方 除以3 不是 加 加x三方除以3 你不行你验证一下 相当于n去3嘛 -2次方是1 然后除以3 乘以什么呢 xn次方 对不对 在后面箱是谁 -4 除以4 对吧 你不应验算一下 n去4 果然是它 因此 加上点点点 一直加到 这一下 而且以后怎么记 又有个特点 当x去1 0 -1加x 喝水等加 喝水等加 是不是x 第一项就是x 另外还有什么特点 中间符号是交错的 还有个特点 上面是x几次名义 除以几 所以你知道这以后 你看看第一项是谁 x减去x平方 除以2 加上x三方 除以3 减去x四方 除以4 你把最后一项规律 你都能总结出来 所以你用各种办法 给我记住 后面就加谁了呢 rnx 对吧 这个就自由中文写法了 x几次方 就是r级 如果费要把具体试试 求出来 你去求好了 明白吧 这是老一家展开式 范围呢 x属于-1到正无穷 第五个 将fx等于1加x的i次方 展成麦克劳林公式 注意的 这个的什么范围 它是任意课导呢 因为这个i没有说指什么样的长处 我们说不管i是什么样的长处 只要1加x大于0 总是存在的任意课导数 换句话说 也就是当x大于-1时 那么就是fx的n加一阶导数总是存在的 而且这时候fx的n阶导数 同志们公式又用到了 所以我们讲过xs米 求n阶导数的时候 我就同理一刻得到它 就是为了今天用 就是谁还记得吧 i乘以i-1 一直乘到i-n加1乘以1加x的i-n次方 而且这里边的n只能从几开始了 1开始 为什么呢 它第一个就出现i了嘛 第一个出现i肯定是一阶导数结果吧 所以说这里边的n是从1开始 那就n等于0不能同意进去 不能同意 我等会单独写嘛 f0显然谁都知道是几啊 1嘛 对不对 所以说没关系啊 f0我先写出来好了 f0等于1 对不对 然后我把0带进去 结果是i乘以i-1 一直乘到i-n加1 因为后面这个是1的i-n次方 还在1 好了 结果什么呢 与4 1加x的i次方 第一项f0要单独写 是不是1 对不对 然后n从1开始都可以统一了吧 我用这n次麦克林多项式 最后一项作为同项 我写到这个地方 是谁呢 是在0点的n结导数 那就是i乘以i-1 一直乘到i-n加1除以n的阶层乘以x的n次方 这是n次麦克林多项式最后一项 然后n要从几开始了 1开始了 因为f0我单独写了 那n等于1的数是几呢 是不是加上i乘以x n等于i的数呢 结果是不是就是i乘以i-1除以2的阶层乘以x平方 后面如果再接下来写出来 是不是i乘以i-1乘以i-2除以3的阶层乘以x的3次方 没必要写了 因为这规律很清楚了 最后加加加加加到它 还有后面写什么rnx 范围呢 x依然属于-1到正无穷 对吧 因为大一-1的时候 它任意到存在 也就是n加1到存在 这就是五个函数的麦克劳林展开式 好 休息一会 比赛 比赛 比赛